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6月30号星期四 那么今天呢 两四三大股子呢 再度走出了6月23号的那样一个 仰线反暴的这么一个形态 尤其是大盘呢 我在之前的预判当中啊 稍微啊 这个地方有点乌差 但是呢 没关系啊 我在昨天的讲解当中 我说这个地方反暴可能是说这个概率比较小 但今天呢 体现出来的一个走势是说啊 反暴了啊 还是反暴了 反暴的这个形态啊 跟之前比较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就是今天这个反暴是在什么呢 是在高位的一个反暴 那么6月23号那次的阳线反暴阴线呢 它是在低位啊 它已经修整了大约6个交易日之后 出现了反暴 那么今天这个反暴呢 是在高位冲高之后 接近上方的这个阻力位连线 还有就是那个绿色通道的上沿啊 在这个位置 双重压力位啊 在这个附近出现了反暴 那同样呢 今天的封死图当中啊 我们也看出来在尾盘的时候呢 出现高位回落 这个位置呢 显然是比较谨慎了啊 就是到尾盘这个时候呢 有一部分谨慎的投资者 高位啊 出现短线这个出逃 卖出的一个这么一个迹象 那从这个近期的走势来看 我们看到是连续拉伸过程当中 成交量几乎是平量 并没有放量迹象 昨天呢是放量啊 下跌一个阴线 今天呢 这个量呢 明显比前几天要萎缩啊 萎缩的原因呢 是这样 因为接近大礼拜了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周六周日啊 又是一个大礼拜天 然后呢 又加之呢 又接近上方的年线的压力位 市场当中的部分投资者 当前呢 处于啊 相对比较谨慎的啊 这么一个状态 那从这个 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板块方面的一个特点来看啊 给大家首先排一下序啊 按行业板块涨幅榜 我们排一下序 我们观察一下啊 就是前20位里边的这个行业指数的这个涨幅榜里面 由强到弱 这个排序看 20个行业板块指数里边 跟大消费 呃相关的这个涨幅居前的板块 就有13个行业啊 行业指数 旅游 酒店餐饮 食品饮料 日用化工 酿酒 下方呢 还有这个医疗保健 家居用品 家电 医药 文教休闲 仓储物流 传媒和商业连锁 我们看到这个大消费呢 占了多半批 奖三啊 所以今天呢 这个显然的这个主力资金呢 是很明显啊 把这个注意力开始转到大消费 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讲了 这个股指接近年限这个地方啊 之前的这这个讲解当中也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必然会产生震荡 那么到今天这个盘面的啊 一个现象来看 主力资金很明显 已经把注意力 大部分的精力啊 或者是资金也好 已经转到大消费啊 大消费 涨分榜里面前20位里面13个就是大消费的行业啊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前期呢 大涨的一些这个 呃 题材啊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今天是呃 跌停里边啊 跌停里边看看啊 今天的炸板的这个好多都是什么强势股 呃 从涨停突然到跌停 比如说巨龙智能啊 前面还是一字板呢 今天呢 直接呢 这个开盘的时候就接近跌停 最后呢 呃 多呃多头在抵抗一阵子啊 无力 最后呢 尾盘还是风道跌停 那么然后我们看到高位回落的跌停啊 涨了一波高位回落 涨停 昨天第一个跌停 今天第二个跌停 我们看到今天都是什么 走得非常强势的一些个股啊 今天呢 这个出现炸板的情况 就高位呃开始跌停啊 这就是很明显告诉大家啊 现在一些前期比较火热的啊 一些题材呢 呃 当前呢 千万啊 不能追高了 是吧 那么市场资金或者是主力的焦点 很明显转转到了大消费这一块啊 二十个行业指数里面 我们看到领涨的二十个行业指数里面 十三个行业都是大消费相关的 所以显示 接下来 那主力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呃 风格将转为间断性的防御风格啊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认为说大消费这一块啊 你不管是呃 医药 医疗保健 还是说家电 还是家居用品 今天呢 包括这个呃 这个旅游啊 还是呃 样酒啊 等等啊 那么这里边呢 可能接下来呢 大家要找一些这个补涨的机会啊 呃 从骨子的这个走势来看 显然呢 今天这个尾盘的这个呃 杀爹啊 千万不要忽视啊 那么虽然这是一个细节 但是这样一个细节 大家一定啊 不要忽视 那么尾盘呢 突然高位回落啊 那么显示呢 这个地方呃 一些呃 获利筹码在松动啊 尤其到年线附近 那么大的方向该怎么看啊 因为今天呢 是6月30号 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搜官日啊 6月的这个月K线就搜出来了 给大家切换到月线周期下面 我们看一下月K线的形态啊 更大的一个时间周期 那这个图表呢 是我之前啊 给大家呃 讲解过的啊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呃 图表 那从1997年啊 那个当年呢 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啊 这是最低点是从1996年2月份开始的啊 当年的512点啊 呃 那我们给他做一个什么呢 月K线级的一个呃 超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支撑线 512点 2005年的这个998点 然后后续呢 有接近于2013年的最低点 1849点啊 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到位 但是呢 也明显起到了支撑作用 以及后续的2019年1月份的2440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说新冠那一年的2020年最低点啊 那个3月19号的2646点啊 那个最低点 这根红色的趋势线 二十几年来啊 决定我们A股的这个整个每一波 我们看到牛市也好 或者是大级别的反弹也好 哎 这个地方是最强的一个支撑位 有的朋友问说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 简单告诉大家一个画线的方法啊 你把这个主图呢 切换到对数坐标下 因为时间周期非常长了啊 涉及到这个交易的这个周期很长 二十多年 那你就用对数坐标嘛 在月K线下面啊 月K下面可以画得出来 可以看到 那在呃 四月份的时候 我呢也给大家讲过这张图表 我说呢 这个这个红色的长线啊 长期趋势线 就是我们A股的历来的一个支撑位啊 那么这个骨子的重心 它不断的上移的过程当中 它的底部呢 会形成呃 底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向上的拐点啊 那个底部 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呃 如果连起来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位啊 所以说四月份 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盘中击穿了 但是在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啊 受到支撑 显示呢 这个红色的呃 这个趋势线下方 四月份和五月份 在跌破的盘中跌破的呃 那两个月 那这个地方就是明显的右空啊 那么四月份的最低点呢 刚好踩到了呃 1849点呃 2440点以来的这个粉色的趋势线上 啊 刚好 我们是2863点踩到位啊 踩到位 我当时也跟大家用非常坚定的口气讲 我说2863点就是今年的最低点 乃至未来的啊 一个低点了啊 所以说很难可能后世啊 呃 很难看到这个点位了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后续的两个月是如何演变的 那么四月份 长下一线单真探底啊 月线级别的单真探底 探到位之后五月份中阳线 六月份中大阳线 六月份是放量的接近于这个光头的啊 这么一个阳线啊 大阳线 这就是六月份的走势 那我们把这局部看一下 把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和六月份的这四根月K线这个组合 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的反转形态 月线级别的反转形态啊 为什么这么看呢 因为很对称啊 看一下啊 这是三月份的啊 这是四月份的 然后呢 我们看到前面的两根阴线呢 呃 月线级别的这个中阴线啊 下跌 那么然后后边呢 两根啊 五月份的 接下来六月份的 我们看到五月份六月份 这两个月相当于把之前的这个呃 三四月份的阴线几乎反包了啊 几乎反包了 所以接下来呢 呃 呃 呃 这个这个位置啊 我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啊 这个这个反转形态啊 月线级别的反转形态 很对称 对吧 前面两个月两根阴线下来 后面两根阴线上来 对吧 而且是放量的啊 而且是放量的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大级别的反转形态啊 反转形态 那么由于呢 这个月线呢 这个周期比较大啊 我认为说七月份可能会 呃 小阳线啊 呃 概率也比较大 因为呃 小阳线或者十字星啊 我认为七月份十字星 小阳线的十字星的概率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到达这位置了啊 几乎收复了 这在需要什么 歇一脚啊 歇一脚 之后八月份继续拉出阳线啊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那么从日线级别 呃 来讲呢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接近年线了 年线这个地方 怎么说啊 它也要修整一下 因为毕竟说市场当中的一些 呃 获利盘啊 它这个位置呢 必须要得到消化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抛压 那么修整的目标 我认为是接下来是围绕的下方的这个呃 这个线段啊 这个线是去年3月9号和7月27号两个低点的连线啊 就达到这个线附近 我认为基本上就可以啊 修整完毕啊 修整完毕 那么调下来之后啊 这个线啊 就这个 这个线啊 这个线 那么调下来之后 呃 调下来之后呢 它是呃 应该是继续啊 继续呃 以这个上行的这个节奏啊 上行的节奏来呃 用行 对吧 7月份的可能是大部分的时间 它属于横盘区间震荡 那么之后还可以继续跟进啊 继续跟进 那么如果后面再度拉升的时候 我认为呃 前期一些估值非常便宜的啊 一些这个啊 蓝筹 尤其在启动第三浪的时候啊 在这个大盘处于组三浪阶段 那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权重股的 呃 要要发力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因为第一波呢 是超跌反弹啊 我们可以认为 它在波浪理论当中讲 它是第一浪 这个地方先起来 对吧 第一浪先起来 一浪 有的人认为是反弹 因为超跌嘛 交往过正 先修正一下 然后 然后呢 第二波呢 它是它是修整啊 第二波开始修整 修整完之后 那么第三波启动的时候 这波主升当中啊 往往是权重股啊 带指数 是吧 呃 迅速向上啊 而且这个幅度啊 或者是强度啊 行情的一个级别 可能会更更大啊 所以这是我是对后世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该怎么应对啊 我刚才跟讲了这么多了 那么今天文明也看到了一些热点题材呢 今天出现高位回落 是吧 那么从题材指数的角度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滋涨的啊 这个题材指数 有什么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呃 前期呢 这个相对呢 比较什么呢 比较这个走得强的 今天反而是涨风榜里边呢 呃 基本上啊 呃 涨势啊 涨势不是太强了 而且呢 有趋弱的迹象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以新能源车为例啊 新能源车为例 呃 那我们看看啊 他现在的一个题材指数的情况 昨天的是什么 昨天是长阴线啊 大阴线 放量向下 对吧 但今天的这个反抽 这力度很弱 并没有出现像骨子的那种反包的形态一样 热点板画不跟随 说明大盘的反包应该是假的啊 我这个地方认为是假的啊 所以说接近这个位置呢 大家要注意啊 就这个地方震荡也在说难免啊 在说难免 所以这个地方呢 后续所以随着骨子呢 可能也会产生一波震荡啊 也要震荡 因为从下方起来啊 很多的啊 类似于这样一些热点题材 其实已经呢 浮营了 已经很大了啊 这个比例 所以必然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套现的过程 或者是阻力借套现洗盘啊 有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介入第二波啊 所以说当前的这段时间 如果说从下周开始震荡的话 修整的话 但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 从今天的这个板块资金的动向来看 很显然 那么涨幅榜里面告诉大家了啊 就大消费 大消费这里边啊 这里边看这么多啊 20个这个领帐的板块资金里面 13个都是消费啊 13个都是大消费 对吧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当然之前呢 还有几个板块啊 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说 从资金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啊 那么房地产啊 房地产今天还刚好对吧 昨天大阳线 今天呢 站刚刚站到年线上方来 是吧 所以房地产我认为后续呢 依然啊值得关注 认为估值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呃我们说 它跟这个大盘的走势完全相反 大盘滞涨的时候啊 它反而要上涨 大盘震荡调整的时候 它呢反而是很稳定啊 所以这个呢 我认为值得大家关注啊 房地产啊建筑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基建题材 比如说啊 像水利建设啊 这样一些题材呢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注意 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朋友说了啊 那些热点题材是不是就不关注了 我说 我说不是啊 那么同样的一些热点题材呢 当然有一些 我们说有一些二线龙头啊 一些细风的龙头 没涨啊 前期呢 我们说光伏题材有很多的都涨 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幅度了 但是呢 有些呢 就是根本就没动啊 没动了 但是基本面也非常好 那这些呢 它也有补障的啊 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迹象啊 所以这些机会也值得大家把握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